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朝,在四川南部的崇山峻岭中,生活着一个神秘的游牧部族,传说他们都是天生的勇士,活得痛快,死得尊严。 他们世代相传,把祖先的尸骨安葬在高高的悬崖上,历史学家称他们为伯人,被称为第57个少数民族。 伯人和伯文化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在宜宾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先秦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就有伯人活动的身影,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传承延续有着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和习俗。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民族,却因为一场战争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伯人消失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一个为了纪念这个已经消失的民族而命名的小镇,伯王山镇,静静地卧于乌蒙山渔脉中。 尽管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还蕴藏着伯人悠久的历史,流传着伯人的神秘传说。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块藏经神奇而辉煌的土地,已经变得安详而宁静。 每天日出而坐,日落而熄,面朝黄土,背朝天,是生活在此的村民的真实写照。 陈宗玉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伯王山镇水炉霸村人,现在的他在新闻县城开了一个小超市。 虽然生活的大部分众心都转移到了现场,但是,对出生在这个小村庄,他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陈大爷是陈宗玉的二叔,今年快七十岁了,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小村子。 一辈子都守在伯王山,守着这片土地。 或许是种了一辈子的地,有着特别丰富的经验。 陈宗玉一直觉得二叔家种的米特别好吃,从一开始是每次来都带点回镇上自己吃,到现在定期收购二叔家的粮食,拿到自己的超市去卖。 这米的销路特别好,小超市的生意也特别红火。 米的价格一下涨了两三倍,这让陈宗玉大为吃惊。 二叔并不是一个唯利仕途的人,他不会对自己满天要价。 可是,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呀,除了像自己这样的本地人,还会有谁跑这么偏远的地方来买米呢? 由于地处大山深处,水流坝村很少有外来人员。 然而,这个寂静的小山村却在这一天迎来了几个陌生人,这几个人一看就不是本地人。 颇为神秘的是,他们下沉后就一直在村子周围到处转悠。 而且,还专门找一些各种偏僻的媒人的地方,不时地还会拿着笔记下什么东西,然后还要拿相机拍下来。 进入村子里后,他们不仅在村子里面对着农家指指点点,甚至还到了乡亲们的农田里看个不停,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突然,他们在一家农户前停了下来,因为勾搂着身子在屋前扫地的老人,似乎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老人看上去瘦小而孱弱,但是精神很好,除了有些耳背之外,说话很是清楚。 这位名叫王昌军的老人,今年已经整整一百岁了。 我们这里的人,九十岁以上的多,每人都长寿,八十多岁的多得很,七十岁算中年,八十岁,九十岁就算老年了。 很显然,这些神秘人对村里众多的长寿老人十分感兴趣,不断地找老人攀谈。 他们都打听,夕打听,独独对自己的身份丝毫也不透露。 尽管村里人很是奇怪,不过,这小村子里民风蠢土,想着这些人或许是过路的游客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然而,正人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那几个神秘人又来了。 这次来到村子里的还是那几个人,但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还带了一些奇怪的工具,而且这次一来,他们目标明确地就直接钻进了村头的地里。 有村民跟着过去看,却发现这几个人,有的一边拿着地图,一边指指点点,有的在拿着什么仪器看,有的在挖土,另外一个竟然在装土。 这是藏宝图吗?他们想挖什么?图里有金子吗? 这大夏天,太阳晒的人都要晕了,村里人都躲在房檐下长梁,那几个神秘的人却一直在农田里钻来钻去,似乎不知道辛苦。 一上午过去了,这群神秘人又来到了老乡家,估计忙活了一上午,他们隐悟了。 为首的男子看到老乡家里养的大飞机,眼睛直冒光,于是这鸡堆狗跳地向老乡买了只大飞机之后,他们又买了一些米和一些菜,就匆匆离开。 看样子是饿极了,准备做顿丰盛的午餐。 二度来访的这群神秘人,在这个宁静的小村里,掀起了小小的风波,大家议论纷纷,这群神秘人到村里来找什么呢? 他们很多人肯定来找宝贝,听老人说,博人在那里留下很多军人财宝。 他们就是来找博人留下的一些文物,留下一些财宝。 一时间,小山村里,关于神秘人在找博人宝藏的传言,让每个村民都激动不已,不约而同地期待起了神秘的陌生人的下子到来。 但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惊喜确实在后面等着他们。 这群神秘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原来,这群神秘人物是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地球化学勘察中心主任金立新和他的地调队员。 他们之所以多次来到博王山镇,实际是在进行地球化学调查,或许还真是在寻找博人的宝贝呢。 但是,博人的宝藏和这些土壤、农作物有什么关系呢? 地调队员们的车子开进了成都市区的一座大院。 这里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的实验测试中心。 他们将在这里完成一系列规范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测试工作。 首先,在碎样间,工作人员正在将地调队员送来的各种样品磨碎成力度非常细小的粉末。 接着,将这些粉末送进另一个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中,工作人员要用精度为十万分之一的天平称去定量的样品,并把它们装杯消解成为溶液,再到溶量瓶里定溶。 最后,就是在高灵敏度的质谱仪上测试土壤样品中多种微浪元素的含量。 也许看上去这个流程并不复杂,甚至好像大家都能够做,但是实际上,这些步骤要完成,要求是很高的。 因为针对同一种样品要做五十多种元素的检测,根据样品和代测元素数量的不同,分析时间也有差异。 看上去虽然简单,但是要保证分析数据的准确可靠,实现全国数据的可对比,需要建立可靠的分析方法和严格的质量监控。 这些技术都是世界领先的。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的目的是进行土地质量分析评价,根据样品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比对,查实有无污染。 在检测报告中,检测人员却意外发现不少样品中的锡元素含量都大于等于每千克0.4毫克,而这个数据就是被称为土壤负锡的临界值。 同时,当水稻中锡元素含量达到每千克0.04毫克,就称为负锡大米。 而且不仅仅是水稻,就连从蔬菜、苦笋、猕猴桃等农产品采取的样品中都富含新元素,并且都达到了国内复锡农作物标准。 样品复锡的结果,让地调队员十分满意,也十分欣慰,也可以说是真正找到了藏牵隐藏于乌蒙山的宝贝。 这个调查工作呢,我们是以这个土壤调查为主,主要是采集这个土壤样,先检测土壤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采集这个植物样品,比如水稻、玉米、大宗的农产品、蔬菜、水果等等,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评价。 从1999年起,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并将四川境内的有关调查内容交由经理新所在的四川地质调查院长单。 项目组总结了整个十几年来四川省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的成果,分析了四川省的地质条件,同时跟国内其他省份的复西土地分布区域进行对比。 首先选定的宜宾室新闻县博王山镇水卢坝村来做实地调查,于是就有了神秘人在水卢坝村转悠的场景。 在水卢坝村发现了复西土壤以及天然复西大米,让地调工作者们十分的兴奋。 再次采集样品进行验证后,他们来到博王山镇水卢坝村实地考察,发现村里有众多的常住老人,结合周边的地质环境因素做出了初步的判断,认为这块土地蕴含着大大的宝贝。 地调队回到成都,立刻将实地考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汇报。 经过综合研究后,认为四川省宜宾市地层出路是比较齐全的,特别是寒武系、质留系、二叠系、三叠系地层,很可能是复西的层类。 他们把情况向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和四川省国土资源厅进行了报告,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马上加快了地区的调查工作部署,决定针对选定区域全面开展宜宾市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结果让所有人感到吃惊。 仅宾宾市目前完成的六个线,就存在2200平方公里的负稀土壤。 稀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元素,尽管稀元素在常人体内的总含量仅仅约为14到21毫克,也就相当于一个体重80千克的常年人手中握着一个乒乓球,但它的作用却不容小觑。 稀元素呢,它对于一些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当中的关心病, 还有呢,就是肿瘤当中的肺癌,肝癌,前列腺癌,以及女性的乳腺癌。 及时补充锡元素能够预防多种疾病的产生,但是如果人体缺少锡元素,可以直接导致40多种疾病,间接导致400多种疾病。 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补充人体必须的新元素呢? 人体里头新元素的吸收,它大部分呢,可以说95%以上,它都是来源于食物,散食当中。 我觉得就是希主要是从这个抗氧化能力这方面来讲呢,它对于衰老,还有人体的长寿,抑制衰老,延长人体寿命,发挥很多样的作用。 医学研究证明,新元素不仅可以预防许多疾病,保护人的健康,更可以延年益寿。 当地居民的长寿,就与妇区土壤分布区生态环境关系密切。 这个我们从有关部门收集到这个新闻线的长寿人口的这个数据,结果我们非常整经。 中国的这个长寿自乡,每十万人当中有三个人都成为长寿自乡,联合国的标准是7.5个人。 咱们新闻线的这个长寿人口的这个数字啊,是24个,咱们博王山是32个。 新衣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却又不能自己制造。 早在1988年10月,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膳食中营养元素供给量,与我国的膳食指南中,新就被确定为15种每日膳食营养元素之一。 也就是说,人应该像每天摄取淀粉、蛋白质一样摄取适量的鸡。 然而,现状是我国大约72%地区环境缺席,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存在着停息的现象。 而人体补养的最佳方式,就是从天然复养食品中摄取。 水卢霸村的乡亲们猜得没有错,原来他们的地里真的是有宝藏了。 但是,这宝藏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博人的金银财宝,而是他们足足辈辈拥有的土地。 然而,如果不是金铃星这样的地质工作者,为他们的土地做了体检,或许村民们永远不会了解足下的这片土地,只能一直默默地守着这块金土地,过着闲适带贫瘠的生活。 当金铃星和他的队员们第三次来到水卢霸村,他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 因为这次,他不仅仅是来告诉村民,他们的土地是块宝地,更重要的是,他要和村民们一块儿探索,如何将稀土地变成金土地。 发现了这个腹息土壤,它不一定就是,它生长的植物就一定是腹息的农产品,这个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不同的品种,它的腹息能力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咱们来选择性的种植这个腹息农产品。 比如说水稻,哪个品种,它腹息,它的品质好,口感好,可能更受这个市场的欢迎,那我们在这方面呢,开展一些这个试验工作。 2013年,地质调查项目组与博王山镇政府及农技站农技方面专家,联合开展了土壤中稀的有效性研究,以及七个品种水稻品种稀,隔腹息能力试验研究。 结果表明,所有品种大米不仅锡含量都达到负稀稻谷标准,而且隔也不超标。 该试验结果,为负稀土地的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在2014年西博会上,博王山镇的负稀生态大米的销售价格比原来提高了有五倍,卖到每千克35元。 每亩稻田仅生产负稀大米,就可以增加纯收入4300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如果已经发现的2200平方公里的负稀土地全部种上负稀大米,累计可以增加纯收入141.9亿元。 事实上,对四川宜宾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只是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的一小部分工作。 从2013年开始,中国地质调查局就在国土资源部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工作的统一领导下,在国家重点扶贫的乌蒙山集中连变地区, 开展了特色农业区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也正是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在四川云南等地发现了大片的负稀土壤,正为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新希望。 我们云南昭通的昭阳区苹果产业园区的土地质量调查以后,就发现了大片的负稀土壤和负稀苹果。 这种苹果是我们天然的负稀苹果。 这对当地的农民的征收和创收,以及提升当地苹果的品牌价值,我相信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现在,地质工作者的工作目标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从以前的钻山沟找矿,到现在的进入长乡稿地调,做到了直接为百姓生活服务。 特别是在进行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后,大家可以真正地感受到地质工作与经济社会的紧密联系。 感受到地质工作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在四川省的柏王山镇和云南省的昭阳区苹果园都得到了很好的见证。 我觉得这个要实行这个科学发展,要实行生态文明精神。 地质工作是新型,地质工作是引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地区也好,来自一个国家也好。 其实地质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呼吁全社会来关注地质工作,来重视地质工作,来支持地质工作。 在不久前,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政府专门向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函,要求对昭通小草坝的天马产区的土地质量进行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对此事高度重视,今年专门安排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开展调查工作。 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开展当中,相信地质工作者会用他们手中的科技以及先勤的汗水,浇灌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查清土地质量,为每块土地把脉,实现土地的经济化管理。 发展优质、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农业和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也只有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紧密服务于土地管理与农业发展有机结合,为农业现代化服务才能够真正地落实国家所倡导的科技成果转化,才能够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好的助推作用,真正让贫困落后地区走上致富的道路。 感谢观看